據多維新聞網報導 對於中共本已基本確定的 18大政治局常委名單 中共黨內仍有不同聲音 為此中共高層在內部 採用集體投票方式 最終敲定7人建議人選 提18件一中全會選舉通過 美國總統選舉揭曉 中共18大即將在明天召開 進行領導人的攪拌換屆 不過美國和大陸同時 進行更換領導人的活動 卻形成強烈對比 北京有200多位公民 今天在北京模仿美國的選民 列隊走向一個投票箱 這些大陸選民 适合其他幾百名大陸民眾 接受美國大使館邀請 加入一群美國公民行列 參加由大使館主辦的 一項選舉集會活動 投票結果是歐巴馬 以153對51票 獲得壓倒性勝利 香港媒體指出 中共18大比2007年舉行的 中共17大空中管制更加嚴格 在北京、河北等地 都嚴禁使用滑翔翼、熱氣球等空中運動 當局嚴防這些工具 會被用來放置炸彈或船單 大陸新疆阿勒泰地區 5日起受到西伯利亞強冷空氣影響 當地6日發布大風及暴雪預警 阿勒泰機場因為大雪被迫關閉 新唐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新唐亞太電視整理報導